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一个人民最高的国会殿堂 竟然就用命令在抵触宪法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宪法第十一条 讲得很清楚啊 人民有表现的自由 有新闻的自由啊 也许你讲说 那个所谓的新闻记者有什么限制 对不起大法官第689号 失线函也讲得很清楚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立法院 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限缩的动作呢 当场我看到台北市议员 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个什么公民记者 拿着什么小手机 小小机叫什么公民记者 我听到我觉得说 原来他们认定所谓的记者 跟所谓的独立媒体记者 是用机器的大小来分辨 何其荒谬啊 如果今天我们把它看到 它用一个小的DV 小的数位相机 小的手机在那边到现场采访 你不把它当成记者 你反而是把那个 拿了三百万的摄影机的 所谓的记者 所谓的那个什么主流媒体的记者 拿三百万的机器来拍什么 拍YouTube 拍报纸 他还没有到现场 这才叫做记者 请问 哪一个 你没有到现场 我只要用大的机器 我就是记者 你用小的机器 他们是用大小来看 你是不是记者 何其荒谬 就连行政院在去年都大方的邀请公民记者采访 事先提供采访通知跟新闻稿 甚至我们现在到任何的行政机关去采访 其实我只要说我是独立记者 是没有问题 那反而是我们这个最高民意机构 就是也是需要 最需要我们民意监督的立法院 对采访权的限缩 一向是最落伍 最不民主 而且施定了一些前后不一 方腔走板 形同戒严的规定 这不但是对媒体现况的无知 我认为立法院已经成为台湾最不民主的地方 你说要商业登记 可是有多少没有商业登记的 像那个公事啊 原事啊 央广啊 中华社啊 全部也都是没有什么商业登记 所以说完完全全搞不清楚 他的标准在哪里 就是说 他今天第一个规则 规则乱定 然后定出来之后又不照他的规则走 然后有了这个规则之后呢 真正执行的人是不是照这个规则 跟这个执行的人是不是搞得清楚这个规则 我会觉得说立法院需要出来 而且是立法院是谁出来 能够很清楚把这个问题 能够有一个对话 告诉我说你的规则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你的规则是不是公平 是不是合理 又更倒退了 非利盈利组织的新闻网站记者 连临时采访证都换不到 而且可以规定要换证的前提 那也是非常好笑 一个就是必须完成公司商业登记 第二个呢 你的新闻内容必须是全国性的政治文教社服内容 要占六成以上 而且还特别强调地方新闻 以及属个人在网站上发布新闻者 不发给 这些规定真的是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新闻是怎么了 那事实上呢 新闻媒体或记者 他并不需要到任何地方去登记或认证 我是媒体或是记者 我才能是媒体或是记者 你只要是成立网站 或者是像我们记者有报导知识 你就是 你就是新闻网站 那像我 我就是记者 既然有人会说我不是记者 那至于媒体是不是要登记为公司 或是什么样的组织 我觉得那是媒体个人的自由 并无涉于媒体它的本质 行政命令啊 还有采访规定应该要更改 但是除了法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法的执行者 包含警察也好 包含患证的人员也好 包含立法院的秘书处也好 是不是能够真的了解到 新闻工作它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掌握这个 谁是谁在进行新闻工作 而谁不在进行 因为不管以后规定怎么定 其实这个都要能够判定的 因为新闻工作越来越流动 谁都可以进行 那你只能从那个行为的当下来判断 他是不是在做新闻工作 而不能用身份来认定 因为这个身份可能是 现在开始越来越会转变的 那在我们当然是还好 因为我们虽然是MGO的一个独立媒体 但是我们都还是机构聘雇的 但是如果很多的公民记者 他在某一个议题 他特定关心他来 那你只能从这个行为来判定 所以除了法规的定定以外 如果第一线的执行者 不具有这种判断的能力的话 那未来的问题会非常多 而且他们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用机器大小来判定 用你穿的像不像 4月7号的时候 陈杰如立委办的租屋法令公庭会 然后因为我已经早先有收到说 现在换证又更严格了 我们这些独立媒体或是非议理媒体 其实已经不被给换这个临时采访证 那我已经事先就先跟陈杰如立委办公室那边先联系好说 比如说我当天要采访 可是立院已经摆明了 不给这些独立媒体换证了 所以请你当天带我进去 那当天我还是先到柜台 行李如宜来到门口呢 先跟柜台这边 说我想要采访这个租屋法令公庭会 那柜台就说 他就拿出了一张表 那张表呢就是立法院所表列的这个 已经有向立法院申请过这个大证 所谓这个永久证的这些商业媒体 他就说你有在这个列表上面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让你换证咯 那因为我已经早先知道说 有这一步了 我只是不知道居然还有已经准备好 这个列表上面的这个媒体清单 那我就说我不在上面 所以那我等一下好了 我等这个立委办公室的助理来 带我去租法令公庭会 所以就一切显得非常荒谬 那那张列表上面的清单的媒体 立法院所核准的那些媒体 其实就已经代表立法院 已经图立了特定的媒体 只能那些媒体进来立法院采访 那其实这几年已经这么多的 非议独立媒体来到立法院 然后以前可以换证 现在不能换证 那立法院难道没有想到说 要把这几年已经不断进来立院的 这个独立媒体也做一个列表清单吗 也做一个追踪吗 也做一个了解吗 难道就立法院这么的目光如斗 就是已经进来那么多次了 那现在因为一个规定 然后又不让我们换证 那难道你们是回避检督吗 难道是土地特定媒体吗 所以我们要问说立法院 你到底在怕什么 这是我们的记者 首先在采访的时候受到阻挠 然后回来原济室这边跟我们诉苦 然后我也才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立法院 那边提供的这个采访要点 所谓的这个内规 所以说当下就直接看到上面条件之后 就觉得我们其实有符合里面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是网路报 然后这个条件 那我们也已经是登记有案立案的社团法人的团体 所以就打到公关室去问 那这个公关室呢 他给我的回复是 哦那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那你们可以去改登记成商业团体 那我说不行我们是NGO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登记 这种事说改就改 然后他就建议我说 那你可以去换会课证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 呃辛苦耕耘了十几年呢 在报导环境议题 终于受到立法院这边的 立法院这边的认可 然后受到他们的高度的关注 所以他们终于觉得我们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威胁 所以必须要适时的阻挡 我们不要让我们进来 那嗯就是后来 但是后来呢 听到就是在在问小朱姐啊 或是在问其他的同学中 发现哎 上下游有一天他忽然也跟我说 啊我们今天也被挡了 那上下游他之前他是以 他是一个有呃登记有公司 这样子的呃身份进去的 那后来也是莫名其妙被打 所以就遭遇到刚刚向很多同业呃 呃的问题是阿姨 这个门口的阿姨的法官的标准 到底在哪 而且我们还有行文去问 那他的回复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是采取了呃高度的呃高度开放的采访 然后并且说我们都有提供这个IBOD线上视讯随选 你可以就是在远距监控 就是你可以在远距去看我们怎么去开这个院会 也是达到一种监督的效果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其实以环境的立场来说 现在很多的法水保法野动法 就或是呃白海豚野生动物保护学化设 这些都牵涉到在立法院这边呃直接的呃协商跟监督过程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呃长期持续关注 耕耘这些议题的记者在里面监督 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环境资讯的传播上是呃已经 本来就已经很弱势啦 那现在等于是打压更加的打压这件事情 我知道有一个民间团体跟立委一起合办的一个叫做座谈会 然后我想要采访那是有关于那个缺水的部分 然后我就先跟那个民间团体联络 然后就说我们也回去 可是就是最近好像变得很严格 你是不是可以发公文给我 然后他也就发了给我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拿了公文过去的时候 他阿姨说你不行进来 我认识你你是记者 然后我说啊 所以这张民间团体给我的这个公文我不能进去吗 他说对 然后他就开始打给立委的助理 然后我就在听到他的电话 我就跟那个助理讲说 现在有一个叫做环姿的记者 他说他要去你们那个座谈会 你要让他进去吗 可是他是记者耶 哦那他可以进去 但是他不能采访 然后我想说 等一下我就是要进去采访的 你现在跟他讲这个 然后你又没有跟我讲说你不能采访 然后你就让我进去 那就是觉得一切都非常的人质吧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先有不合理的内归 然后这有让人根本无所侍从的一个执行的方法 让不管我是一个专业的记者 还是我退一万步 我是一个民众 我都会觉得这样子的立法院 让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那么好 吃 кус 做 裁 做 做 中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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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做